今天來到鴨利洲 知不知道鴨利洲的名字是怎樣的呢 因為它的島好像一條鴨舌 所以就叫鴨利洲 而我們現在就在鴨利洲大街 亦都是全島食市集中地 別說那麼多 再見 出去找食物 來到鴨利洲當然要迎迎景 吃這隻鴨 吃這裏很致名的滷水鴨 他們的滷水淡汁已經超過50年了 試試看好吃 它滷得來 肉質還在 還很汁 這個滷水鴨除了可以單吃之外 還可以蘸這個汁 這個是蒜醋 吃下去再酸酸味味 是很開胃的 可以送幾碗白飯 鴨真的很好吃 又入味 肉質也有很多汁 另外它的飲料也有很多選擇 有菠蘿冰 雜貨賓 我就點了這杯紅豆涼粉冰 真的很貪心 有紅豆冰再加涼粉 加涼粉 差點濕車 在飲料中 雜貨賓 它有紅豆冰鵝奶香 但是突然吃了一些很爽的涼粉 有多重口感 哇,好開心啊,這個是粒粒西多士啊 平時西多士一大塊,外面炸香了 切了之後,裡面是麵包 這個四邊都炸到這麼香,好熱氣啊,我很喜歡 突然那些不是油,是醬汁,連接花香醬汁 你不要以為,脆脆脆的,很乾,裡面沒什麼肉吃 但它在外面,裡面還用很軟綿綿的麵包 這碟菜跟我一樣有個寶字,叫三寶 本來今天想嘗試九棍魚炸魚皮的 但老闆說,你又不早點出聲,原來要預訂的 在我來的前一刻,他已經請了人吃 是請人吃的,不是買了出去 然後他就請我吃這個三寶 有炸雲吞,有炸魚角,還有這個炸魚皮 但就是普通的魚皮,不是九棍魚的 不過它是漬夾漬炸,我摸著碟也感覺到熱辣辣,很脆 有隻蝦仔,還有豬肉在裡面 不過吃這種炸雲吞,精髓是在於皮 通常都是餡料細細,焗皮才是精髓 然後炸魚皮,再魚蛋 全部都是新鮮熱辣炸魚 有心,又餓心,隨便做給我吃 我身後這間士多,不是普通士多那麼簡單 有很多舊式的中式糕點,糕餅 我手上這個就是芝麻糕 新鮮做的 晶瑩剁透一點點芝麻 很清甜,而且淡淡的芝麻味 現在的芝麻磨得很小 超級香味不得知了,不斷在散發 指甲流香 還有這個是舊式,我沒吃過也沒聽過 這個是花生微豆糕 會不會甜甜的,還是沒什麼味道 有一點甜 微豆雞腳的味道 我手上這個就是以前的年代 人們很流行說,哇,魚翅拌飯 很有錢吃很貴的東西 沒吃已經覺得很飽,全部都是飯 它拌了一碗仔翅 其實碗仔翅的味道不算很濃 它預料是加胡椒粉、醋 不過我就沒有加,就是這樣吃 蒙古炸雞 我想說我剛剛配完蒙古 但是我在那裡沒有吃過炸雞 那裡是吃牛、吃羊 但是它應該是用一些脂鹽的粉 所以就叫蒙古炸雞 有一點像脂鹽的炸雞 很乾身、很脆 好,那我要一盤 那現在買齊東西就上去做海鮮吃 阿張沒有騙我了 好甜